香港金融科技近年發展迅速 在11月初的金融科技州 就混集了本地和國際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科技公司 其中多間金融科技公司的共通之處 就是運用科技的力量降低投資者進入市場的門檻 香港是我們Octip的一個大基地 我們現在都嘗試去不同國家發展 包括現在在新加坡和澳洲都開始我們的延伸 在安投或者Octip來講 我們解決一個是私募市場或者私募投資的關注的問題 其實在香港的投資者或者亞洲投資者來講 大部分的時候其實我們投資的 都有一些公務市場的產品 比如說債券、股票 這些都是一些其實全部人都可以關注的東西 但是在另一方面 很多機構投資者真正會看的市場 其實是一些我們叫private market 是一個比公務市場更加大的market 但是這個market很多時候的入場門檻 是會相對來說比較高的 有些的私募投資 其實可能它的入場門檻甚至去到過億港幣 所以安投去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去成立很多不同的基金產品 去將私募的機會去斬件 去變成最小可能10萬元美金 都可以買到我們的入場門檻 大部分的傳統金融機構 他們去處理客戶的成本 大客戶、小客戶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你要去onboard一個大客戶 和一個小客戶 其實他們都要花很多精力去做一些我們叫 customer onboarding 也都很多有些很貴的人去做 所以在一個private bank裡面開戶口 其實可能要成立三個月時間 那麼我們利用金融科技的幫助 我們去減少了中間很多流程需要使用的時間 比如說去看一些身份證明文件 或者是去做一些客戶的background check 我們很多其實已經令到利用科技 去令到時間大大減少 HKD.com is a Hong Kong company and we envision to help Hong Kong people the public and the masses to get into cryptocurrencies and we offer prime educations for you guys so the pain point right now is probably the gateway people cannot get into crypto that easily they don't know how to swap their fiat money into cryptocurrencies and second of all is security people don't manage their password well or their private keys so well and they lose their wallets with the HKD.com ATM machines we want to let people to buy and sell cryptocurrencies like in an easier manner so they don't have to necessarily do the KYC and AML compliance just to buy cryptocurrency through the ATM 其實Stashway做到的東西 就是將一個全球的資產配置 就是做一個組合去幫我們的投資者 去做一個風險分散 和全球不同資產類別的一個投資 而這件事其實在香港 是比較少非機構投資者會接觸到的 在傳統的金融裏面 這件事其實成本很高的 一個傳統的顧問 要遮蓋一個客戶 其實那個顧問很貴 不是很適合的 譬如我一個人遮蓋 可能幾十個客戶已經盡了 但我用技術 即是用Fintech 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去做到同樣的東西 而同一時間可以遮蓋到很多很多客戶 變成這個就彌補了 人手上的不足之處 除此之外 亦都有不少公司利用科技的力量 大大提升傳統金融機構的效率 例如是科學沿途用的公司有光科技 我們本身是一個香港大學的spin-off 我們的技術 都是從一個香港大學的research lab出來 其實我們主要是做一些語音 和一些自然文字處理的AI的技術 我們在香港就是用我們的AI技術 做一套solution 是幫助很多金融業的機構 是處理很多錄音的方案 我們是講很多廣東話 原來發現要處理廣東話的技術 其實是比較少的 因為香港的廣東話 和其他廣東話有些特質性 有些特質性不同的 香港的廣東話 可能有很多日常很快的一些潮語 大家講話的時候比較快 比較累 和其他地方的廣東話都不同 還有mixed language 加上很多英文下去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其實是很少的 我們剛好就可以做到這個技術 去 address 很多香港的廣東話相關的問題 我們會找到這個技術 做一段時間 開支援 我們會說 我們會不會 acho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有心的 我們會不會